他的这种连续上蕾的记录宝城是不太一样 他是安打为主 宝宋事实上是当然有几场比赛 也扮演了一个把这个记录串联的关键的角色 但是多半都是靠安打 一人出去一赛蕾轮到张志豪 这一球打得蛮扎实的 在右外野方向右外 手往后退 看起来上去 正准备讲 这一局如果林静有疲累 其实该是要换的一个时刻 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战停之后 张志豪一棒扫了一个两分泡 现在比数变成了5比0 这是张志豪今年球季的第二支的拳雷达 所以刚刚要换的那个时刻 是不错的时刻 不过NAMIGO这边反而不是教练来喊战警 是防御员协助会 有没有什么状况 结果这次拳雷达被形成之后要来换头手 干嘛 完了干嘛 这大家都会用结果来回推这种状况 因为投手教练本身就有那种感觉 才会要防御员去问一下 是 这时候呢把今天呢其实也真的蛮有贡献的林静明呢 给换了下场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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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